韩国有线电视主办的K-POP演唱会 明天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登场 受邀的九组韩星包括了六组男歌手 以及三组女歌手将会同台飙唱 而在今天下午韩星陆续抵达高雄 上千名粉丝挤爆了机场 近距离见到偶像瞬间暴动 尖叫声震儿欲聋上千名粉丝挤爆高雄小港机场 近距离见到偶像心情超激动 韩国男团女团陆续现身面带笑容 不断向粉丝挥手简直超充粉 为了等待这一刻粉丝可是拼尽全力 不论是小礼物还是手把 该准备的一样都没少 除了入境大厅被挤爆 就连机场外也是满满歌迷 高举手机捕捉偶像每个角度 韩国有线电视主办K-POP演唱会 13日将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登场 瘦邀9组韩星包括6组男歌手 以及3组女歌手 阵容豪华堪称最强寒流拼盘 我没有一直很喜欢整理 然后我想说哇这次这么多韩团都可以来 然后一次看这么多 如果不来好像很可惜 为了因应演唱会 北中男粉丝齐居高雄 高杰备战书云 高杰捷运备有加班车 以服务当日大批进场歌迷 往小港方向班距可达三分钟一班 当日末班车与两四洞洞 由各端点站发车 大卡韩星同台飙唱 掀起K-POP黄金浪潮 粉丝谱不及待 要与偶像 嗨犯港督 记者梁子月 中其渊 高雄采谋报导